大家好,我是乔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尿酸高? 医生,食物中这种成分,被大家忽略了 有没有发现近几年身边尿酸超标的人越来越多?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尿酸高? 多数人都知道尿酸高了,一定是要少吃漂亮高的食物 但是有一类的食物的成分,被不少人忽略了,那就是果糖 有些通风的患者没有饮酒吃海鲜的习惯 但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喜好,却是他们患上通风的原因之一 爱喝果汁、饮料、奶茶 一、被忽略的果糖成了隐形的尿酸杀手 对尿酸而言,果糖无疑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在2020年,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期刊》 《营养代谢与心血管疾病》上 发表了一项涉及2.5万余人的研究 就探究了含糖碳酸饮料与高尿酸血症的关系 日常生活当中含糖饮料的消费十分的普遍 很多碳酸饮料当中使用的果普糖浆 就是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 研究发现,以几乎不喝碳酸饮料的人相比 每周饮用1-3杯的男性 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就增加了18% 每周饮用大于等于4杯的男性 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增加了49% 每周饮用大于等于4杯的女性 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增加了70% 江苏南京市第一院风湿免疫科组治的医师 顾兵杰2023年在《健康时报》刊文的介绍 果糖是痛风的隐形杀手 市面上的碳酸饮料、果汁功能饮料等 虽然它的票灵含量极低 但却含了丰富的果糖 果糖在体内的分解过程当中 会直接的产生尿酸 等于增加了内原性尿酸的来源 相比于浙糖、葡萄糖等 果糖还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 两者相加 就会导致体内的尿酸的浓度成倍的地震 此外,若摄入过多的果糖 还会增加了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随之而来 三高的症状与肾脏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尿酸又会导致肾功能异常 二,这些食物里都藏着大量的果糖 一,水果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义服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曹维2022年在该院公众号刊文介绍 水果因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散湿纤维以及矿物质 同时口感好 被人们所喜爱 但是对于痛风以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 建议尽量选择果糖含量低的水果 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 2023年版中也有介绍 高尿酸血症患者可食用含果糖较少的水果 比如樱桃、草莓、菠萝、桃籽等 二,蜂蜜 曹维医生提醒 蜂蜜当中的果糖含量高达50%左右 既痛风的患者尽量得少吃甚至不吃 三,含糖饮料 甜饮料是果糖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如含糖的可乐、果汁、奶茶、功能性的饮料等 四,加工食品 目前果糖被广泛的应用于食品领域 包括了冰淇淋、雪糕、面包、蛋糕、果谱、蜜饯、水果罐头 三,只能推荐改善尿酸这样吃 要想尿酸健康除了少吃含果糖的食物外 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的指南中 给出了关于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酒类食物的选择建议 一,古薯类 优选食物 糙米、全麦面包、玉米、青柯、荞麦、黄米、燕麦、小米、高粱、梨麦、红薯、植薯等 不宜食物 黄油面包、糕点等高能量的加工食品 以及油条、油饼等油煎、油炸的食品 饼干、蛋糕、甜点圈等糖含量高的加工食品 二,肉类 优选食物 瘦肉、去皮、禽油等适量食用 不宜食物 肥油、肚内脏、咸油、腊油等加工油制品 鱼籽、蟹黄、鱿鱼、牡利、哈利等的海产品 三,蛋类 优选食物 鸡蛋、鸭蛋等 不宜食物 咸蛋等 四,奶类 优选食物 脱脂奶、低脂奶、鲜牛奶等 脱脂奶、纯牛奶、低糖、酸奶等 不宜食物 奶油、黄油等 五,大豆及其制品 优选食物 豆腐、豆腐干等 不宜食物 油豆腐皮、豆腐泡等的油炸豆制品 六,蔬菜类 优选食物 新鲜蔬菜 不宜食物 腌制蔬菜 七,水果类 优选食物 樱桃、草莓、菠萝、桃子等新鲜的水果 不宜食物 添加糖含量高的水果制品 如果汁、水果、罐头等 八,食用油 优选食物 纸树油、亚麻纸油、核桃油、橄榄油、菜籽油 葵花纸油、玉米油、芝麻油、豆油、花生油、黑芽油等 不宜食物 棕榈油、猪油、牛油、羊油以及其他的动物油 九,调味品 优选食物 低钠盐 每天不要超过五克 不宜食物 酱类、芙乳等高盐的调味品 红糖、白糖、糖浆等 痛风治疗指南推荐痛风的患者除了要限制摄入高飘龄食物外 还应该限制饮酒 少吃含有高果糖或者是玉米糖浆的食物 指南还推荐 不管是病情轻重 痛风的患者都要管理好体重 超重左要减减肥 触发轻度的高尿酸没有出现痛风的情况下 不建议马上启动降尿酸的治疗 还是建议低调零饮食 不要喝酒 坚持运动 控制体重 多饮水 每天2000毫升左右 如果通过上述健康生活 尿酸仍然高于540V毫模每升 那么就建议要服用降尿酸药物了 4出现哪些表现怀疑痛风 疲乏全身不适合关节吃痛等 典型的痛风 关节以周围的组织会红肿热痛和功能受限 呈失裂样 刀割样或者是咬试样 难忍受 多侵犯单关节 其致为竹背 竹根 怀 膝 腕 肘 最后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